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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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技术将会大大改善战斗机的机动性 目前 在全球范围内 具有这种功能的战斗机只有四种 那就是大家熟知的美国F22以及俄罗斯的苏30和苏57 还有中国的另一架战斗机歼10C也具备这样的功能 实际上 在量产歼20之前 我国一直都在试图研究出一种国产发动机 以此来替代掉现在频繁使用的额制发动机 AO3-1O 因此后来大家熟知的涡扇15就出现了 但是 这款最新研制的涡扇15的研发 一直都没有达到要求 所以现在的量产歼20暂时就无辅销售了 据悉 虽然WS-15一直没能达到要求 但是现阶段的研发进度还是相当顺利的 并且 该发动机将来会于未来一到两年内准备就绪 其最终的目标就是为量产歼20B战斗机进行全面装配 经过了中国军事科研人员无数日日夜夜的辛苦研究 中国终于也种出了属于自己的胜利果实 想想在很多年以前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让一切的不可能都成为了可能 而且不只是在空军领域 中国现在的海军 陆军 甚至是航天事业 我国的发展让世界都在叹为观止 升级了推进系统的歼20隐身战机正生产提速 或将正免对决F-35战机 此前 有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空军已经不需要苏-35和苏-57这类超机动性能战斗机了 因为这一系列的俄制战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发动机 在于矢量推进系统 俄罗斯先进的航空发动机 以及矢量推进系统对我们来说重不重要 自然很重要 我国的歼20隐身战斗机都装备着俄罗斯的L-31发动机 并且也没有装备矢量推进系统 不过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出现了改变 越南媒体7月13日报道 中国空军7月8日举行了一场博览会 详细介绍了歼20隐身战斗机的升级 多位重量级人物都出现在了此次博览会上 同时 在此次博览会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 中国空军的第5代隐身战机歼20将于7月8日开始再次生产提速 据悉 将要生产提速的歼20隐身战斗机 升级装备了矢量推进系统 这将上歼20隐身战斗机的敏捷性再次提高 在2018年珠海国际航展上 歼10C战斗机所展示出来的高难度飞行姿态 就证明了我国已经成功地掌握了矢量推进系统技术 如今歼20隐身战斗机在升级装备上矢量推进系统后 飞行员也将能够通过改变发动机的推力方向来更好的控制飞机 做出更多的超机动动作 拥有了矢量推进系统的歼20隐身战斗机也终于变得完整了起来 不过还是有一点遗憾 正在生产提速的这批歼20隐身战斗机仍然不是完全体 据悉这次生产提速的歼20隐身战斗机仍然装备的是俄罗斯的AL-31发动机 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国产WS-15发动机 我国的歼20隐身战斗机当初就已经搭载国产WS-15发动机试飞 并且WS-15发动机的开发项目进展顺利 实现歼20隐身战斗机国产WS-15发动机装备 或许也只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为何这一到两年都等不起 原因可能就在日本身上 据悉日本已经向美国发起了一笔价值231.1亿美元的F-35隐身战斗机订单 美国方面也已经同意了这一笔订单 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将拥有全球第二大的F-35隐身战斗机群 所装备的F-35隐身战斗机数量也达到了140机甲 这将会让日本的空中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实现增强 也拥有了与中国空军一搏的空中力量 虽然F-35隐身战斗机的毛病一大堆 但是这无法掩盖它第五代隐身战斗机强大的性能 现在已经进入了超视距打击的时代了 未来的空战就体现在隐身和反隐身的超视距打击中 第五代隐身战斗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这样的空战模式下 曾经圣积一时的超机动型战斗机 可能在还没有发现对手的情况下就已经被击落了 这就是战斗机代数之间的差距 美国空军的隐身战斗机总数超过我们就算了 它不可能把全部的F-35隐身战斗机都部署到西太平洋 但是日本就不一样了 日本不仅距离我国很近 同时背靠美军的日本在西太平洋也一点不安分 我国已知的歼20隐身战斗机装备数量也才50架左右 如今日本即将获得这样一批庞大的F-35隐身战斗机群 我国歼20隐身战斗机也就来不及等WS-15发动机了 并且随着我国歼20隐身战斗机的生产提速 到时候服役了或将争免对决F-35隐身战斗机 机身蒙皮隐藏歼20实力的重要支柱 美军却称歼20无法扭转战局 如今各国现代化战机除了有各类搜索和火控雷达 还有特殊的天线 而这些天线往往担负导航 通讯以及整体数据的传输和输出 其工作原理就是电磁波向外辐射扩散 随着电子战技术的提升 相应的反雷达接收器和电磁捕捉设备 都已经大为成熟并得到普及 以至于完全可以协助以防地面防空体系 和巡逻战机捕捉这些电磁波的来源 进而完成跟踪捕捉和锁定 最后一举击落对方 所以任何战斗机一旦轻易暴露自己的电磁波 就很容易导致自己无处遁形 进而陷入危险境地 早在冷战时期 两大阵营的战斗机就都采用无线电精膜方式 及雷达和数据链通讯装置关机 只接受以防地面指挥塔台和预警机的信息 而得到了隐身机时代 各国都进一步优化了射频隐形能力 首先隐形机的火控雷达 使用了不易被对方雷达 告警设备察觉的低频或频率技术 而且隐形机的通讯和数据链天线彻底脱胎换骨 从刀形这种传统模式改变为嵌束机身蒙皮模式 最终演变为可以减少雷达反射界面积 可以配合传统数据链的接收用平板天线 最终隐身机内部的一种专门用于通讯和数据传输的 新型内置数据链就此诞生了 这种全新的数据链的首个应用者就是美国F-22战斗机 2066年底该机服役后 其搭载的战机间数链就很快让美军认识到 战斗机居然可以用如此方式进行系统作战 该机配备的战机间数链 采用了分布在各处蒙皮内透镜式天线 相比于传统的全向发射模式数据链 F-22可以定向发射并自动控制波形 最终合成窄波数 很难被低伤的电子设备反侦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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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